台湾疫情严峻 疫苗难求 才刚完成二期解盲的国产高端疫苗 已经跟卫福部食药署申请 紧急使用授权EUA 但民众党立愿党团却提出质疑 在国际上没有先例使用免疫桥接 来取代三期临床的国产疫苗 如何证实安全跟效能 同一个实验室同一种检测方式 来抽血病比较两组疫苗 在人体诱发的一个综合的抗体的效价 那不同的群聚间疫苗所诱发的抗体反应 程度如果相当 那这对原来已经确立了疫苗保护率 就可以借此来桥接到新的使用者群体 如果你要做免疫桥接 但是你传统的临床三期 你还是也一定要做 民众党指出 目前除了欧盟 新加坡已经启动疫苗护照 包括南韩 日本 中国等等国家 也正积极跟各国洽谈疫苗护照承认适宜 若国产疫苗以免疫桥接方式取得EUA 但若不被其他国家承认有效性 打了疫苗也无法出国 将严重影响企业跟观光 在新冠病毒变异越来越快 那国产疫苗以次为单位的蛋白质疫苗的技术 应变的速度是不是能够跟上疫苗变异的速度 这个部分也是现在国人非常疑虑的 针对疫苗短缺 民众党也提出诉求认为政府应该要结合各界 取得足够且安全有效的疫苗 另外也要协助国产疫苗尽速取得国际认证 以双轨方式保障民众生命 记者顾山勇 台北采访报道